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确定的选民中 BC NDP以45%的支持率领先下降一点 BC Conservatives以27%的支持率稳居第二上升两点 BC United以15%的支持率位居第三下降两点 BC Greens则保持11%的支持率 在18至34岁的选民中 BC NDP与BC Conservatives的支持率差距仅为五个百分点 39%对34% 超过一半的55岁及以上选民 51%表示他们倾向于支持BC NDP 而BC Conservatives和BC United的支持率分别为22%和19% 越多于一半的BC居民54%表示他们肯定或可能会考虑投票给BC NDP BC Conservatives的支持率为41% BC United为37%上升4点 BC Greens也为37%上升3点 希望在选举前看到BC United与BC Conservatives合并的BC居民比例 从1月的32%上升到3月的39% 包括每个独立党态的小多数投票者分别为53%和54% 随着各党宣布各选区的代表人选 不到一半的BC居民支持设立配额 以增加女性候选人48%和来自可见少数族裔的候选人44%的数量 大多数人认为应强制候选人至少参加一次选区内的公开辩论65% 所有政党应强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冒犯性言论的候选人辞职51% 超过三分之二的BC居民63%表示 当政治家参加如SIP等节日和庆典活动时 他们只是在拉票 并不真正有意与来自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交流 对这些出现吃怀疑和不满态度的居民 比例相当高 我们从最近的研究中了解到 尽管对犯罪和公共安全的看法普遍负面 但大多数居民对省政府在住房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 环境问题作为关注点仍处于各位数 而超过四分之五的居民担心未来能源费用上升 2020年我们见证了BC出现了一种非意识形态的 John Hogan Justin Trudeau选民 对疫情管理感到满意 对BC Liberals领导力的明显下降感到不满 目前尚未出现 以John Rustad Pierre Polivar为标志的意识形态选民 省级选民对现任总理感到不满 加拿大执政党在该省的支持率为16% 这种敌意目前还没有在EB和BCNDP中表现出来 特别是在通常投票率较高的55岁及以上的选民中 反对党的挑战在于为渴望变革的不满选民提供合适的舞台 目前BC Conservatives似乎更能与各年龄段的选民建立联系 而BC United在每个地区都排名第三 竞选将为BC居民提供一个机会 看看每个党派的提议并单独审视候选人 执政地位将特别帮助那些在2017年和2020年 作为BC Liberals当选的特别受欢迎的省议员 BC Conservatives将看到他们的新面孔 在超出他们网站上过分积极的公告之外接受测试 此项调查结果继于2024年4月15日至17日 在BC的801名成年人中进行的在线研究 数据已根据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 按年龄、性别和BC地区进行统计家权 误差范围为正乎3.5个百分点 致信度为95%